纽约时报 中美依旧敌对 但已经开始对话 大家好啊 我是你们的朋友大野猫 纽约时报 评论 耶伦中国行 在今天早晨的一篇文章中 题目 中美依旧敌对 但已经开始对话 美国财长耶伦 在与中国官员进行了 十几个小时的会晤之后 表示 两国尽管存在深刻的分歧 但双方仍将寻求 更频繁的沟通 这是纽约时报 引用了美国财长耶伦的 一句话 言外之意就是 两国虽然没有互信 谈不拢 但是依旧可以聊 纽约时报这篇文章的 开场白啊这么说的 耶伦的中国行的首要目的 重启 中断一段时间的双边对话 按照他自己的原话 我们相信世界足够大 足以让我们两个国家 繁荣发展 他这句话怎么看呢 很像太平洋足够大 融得下中美两国 但是又不是这么一回事 有人说耶伦呢属于鸽派 耶伦呢在这个问题上比较务实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 耶伦呢很身不由己 其实呢这两个看法都不对 其实这更映衬着中美两国之间 尤其是对美国 他在怎么看中美关系 美国怎么认为 中国对他在未来几十年的这种发展 几十年的这种运作 中国的角色到底是什么 之前美国对中国采取的缓和政策 采取的接触政策 是试图去改变中国 哪怕是最开始的接触和后来非常激烈的对抗 他想改变的 是把中国按照美国的样式去塑造的这么一个国家 但是现在很显然这种策略失败了 在这个策略失败了之后 美国该如何看待中国这样一个庞然大物呢 美国将如何处理未来的中美关系呢 这个是美国需要考虑的 而且美国正在考虑 试图尝试着用一种非常新颖的方式来应对中美关系 其实这是给美国自己的一个难题 美国自己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这跟中国没有任何关系 中国会依旧发展自己 按照自己的意识去发展 所以呢 在这方面怎么看是一个关键 美国方面呢 大野猫认为为了自身利益 以及同盟友的关系表面上 哪怕表面上缓和与中国的关系 对美国自己是非常非常有利的 那我们把时间追溯到去年八月 自从去年八月 美国当时的议长 南西·佩洛西串访台湾之后 美国就承受了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 因为之后中国的策略 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转变 首先停止几乎一切的交流合作与项目 等同于什么 之前美国一贯破坏中美关系 中国一贯妥协退让 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 不是说这一次针对美国家和者的出口管制 是中国打抢了对美国对抗的第一枪 而是在之前 中国主动的停止一切交流合作项目 去年八月针对老妖婆 南西·佩洛西去台湾访问的这一次 中国改变了对美国的态度 中国改变了对美国态度 让美国非常的不适应 中国改变的策略一个是停止交流 另外一个是进入战争边缘状态 什么叫战争边缘状态呢 随时随地都可以进行战争 只需要与美方出现了擦枪走火的局面 因为这种主动进攻的态势 美方很显然非常不适应 原因是他迫使美国必须主动的避战 同时得不到任何的利益 也就是说 美国在与中国军方的直接对抗中 美国选择的是退让 因为选择了退让 但是他也得不到利益 原因是什么 原因是主动避战 因为美国在西太平洋根本没法打仗 他跟中国对抗没有胜算的 这是不争的事实啊 在西太平洋他搞了一些前沿部署 但是这些前沿部署到了战争状态的时候 马上成为活靶子 这个美军方是承认的 为什么说得不到利益呢 因为南西佩洛西的台湾行 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形象变成了一个麻烦制造者 而美国在西太平洋对盟友的承诺是安全 而这些在佩罗西台湾行之后都化为了炮影啊 那这个是美国必须要承担的后果 所以在这个基础上 美国主动与中国缓和变成一种必然 在这个背景下巴厘岛共识就变成了一个里程碑 它有点像1961年维也纳峰会 肯尼迪面见赫鲁晓夫 双方初步达成了和平共存的态势啊 巴厘岛峰会的共识从某种程度上讲 和平共存变成了一种趋势 虽然呢当中可能会有反复 就像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一样 大体的方向是不会变了 除非有那种翻天覆地的变化 但是暂时呢对于中美两国来说 尤其是美国来说是看不到的 巴厘岛峰会共识从某种程度上讲 其根本原因 美国逐渐意识到 中国是一个搬不走解决不掉的超级大国呀 之前是想用自己的意识去改变中国 用自己的思想去塑造中国 现在看这方这个方法是不行了 而且美国还发现 哪怕是激烈的竞争 也不能结束中国的存在啊 那这个东西美国必须要重新考虑了 这等于说在对抗同时 学会如何与中国相处 变成了美国的一个必修课 拜登政府所谓的管控分歧 恰恰是这种必修课的一种表现形态 说实话美国呢也在摸着石头霍合 他也不知道怎么与现在的中国进行相处 但是值得肯定的是 这一点我们必须承认 自从南斯蒂·佩洛西到访台湾之后 美国在与中国的博弈当中 中国是占据优势的 我上一次分析就是中国在台海的这次博弈当中呢 去年八月他从美国这块抢到了一个先手 而这个先手到现在来说 一直都在中国手里 中国依旧保持着对美国的优势啊 而美国想改变这种不利 除非需要中国犯错 但同等级别的低级失误 中国是不会给的 也就是说佩洛西个人秀葬送了美国的很多利益 美国自己也明白这一点 所以后来的中期选举 没有人在拿这个所谓的台湾型给自己政治加分了 因为美国在这点上损失了 那这个是美国不争的事实啊 所以在这个背景下 美国为了自身利益来缓和与中国的关系 那中国为什么要惯着美国呢 这就是为什么之后我们看到了 美国执意的要重新开启对话 中国呢就是根本就不理他 不理他就对了 为什么 因为主动权在中国手里 那为什么中国还要把主动权让出去呢 国与国之间要的是利益的竞争 国与国之间是影响利益的竞争 国与国之间是力量平衡之前所达到的利益最大化啊 那为什么在什么利益都没有达到之前 就直截了当把主动权拱手让给美国呢 那中国是不会这么做的 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决策者这么做 是很显然在政治上失分的 也就是说美国想用非常简单的办法 把失去的先手夺回来 他是抢不回来的 除非他给出利益 但是美国又不想给出利益 现在就僵持在这块 同样的问题是什么呢 因为时间他不站在美国这一边 那这个东西对于美国来说难道他自己不清楚吗 他自己肯定非常清楚啊 就即便是这样 对于美国来说 美国国内的事 比如说每一次美国想与中国所谓的缓和 就会出现一些幺蛾子 例如气球情报站的事 那中国的态度也很明确 你们自己的事 你们自己玩去 不缓和对中国有利 战争边缘政策对中国更有利 其中这里边非常重要的一个抓手就是台湾 美国懂得这个东西吗 美国当然明白 所以最近我们看到美国的转向是在南海 在台海这方面呢 美国逐渐淡化了 有一种说法是美国现在已经基本上放弃了台湾 什么时候放弃的 在巴厘岛峰会的前后 但是这个是有待考证的 只是一种猜测 在这个背景下看老妖婆耶伦的中国行 加上纽约时报的报道与论述就变得非常清晰了 纽约时报是说依旧敌对 但是开始可以谈了 也就是说中国仍旧在战争边缘政策当中 附带着的主动权 然后美国呢 试图通过对话来拿回来这个所谓的主动权 中国现在一直都没有给他 无论是布林肯耶伦 还是后来的约翰克里 美国一直在试图恢复缓和与中国的关系 因为它符合美国的利益 美国必须对盟友达成了一种承诺 就是我可以给这地区提供安全保障 但是中国如果依旧在搞战争边缘政策的话 美国只有一个方法 那就是退让 因为美国知道打不起 那美国知道打不起 然后美国在这方面依旧的军事存在 依旧的在去做其他的事情 那等同于在盟友面前是什么 你无论是退让还是不退让 你美国在这块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啊 而且中国会反复的给你证明 你在这一地区存在 存在是没有意义的 那美国想办法干什么 与中国缓和 与中国缓和 它才可以用这个时间在这一地区进行推排 它推排的目的是达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但这一地区如果没有达到中美缓和的时候呢 那美国想推排是不可能的 那这个美国是知道这种事的 所以他在迫不及待的想恢复关系嘛 所以我们看到了布林肯到中国去访问 然后我们又看到了耶伦到中国去访问 特色都是不一样的 布林肯强调的是民间交流 但是更重要的 布林肯想体现的是开会 他与中国最高的领导人见面 是布林肯可以写在回忆录里 至于耶伦 他这一次所体现的更多的不是开会 而是吃饭 这一点不知道大家注意没有 耶伦这一次访问 着重点就在民间交流 无论是在三里屯的民间小吃 还是与女性经济工作者的聚餐 这个都体现了民间交流 在耶伦这里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有人说呢 他是想拿着中国民间的一些力量 然后来分化中国国内的舆论 有没有这种可能 其实不光他这么说 美国的中央情报局 美国的这些民主基金会 一直都在这么做呀 但是耶伦这一次想做的 其实就是想怎么办 他自己谈判谈不拢了 然后呢 想通过民间进行传话嘛 但是他会成功吗 这个成功的点基于什么 两国有实际的缓和 美国根本改变对中国的政策 同时两国重新建立互信呢 当两国没有重新建立互信的时候 你看一看 跟老妖婆耶伦吃饭的这些女 性经济工作者 他们所得到的是什么 他们所得到的在于是 被中国的网友 或者中国的民间舆论彻底否定啊 那这是事实啊 为什么是这个样子 原因是中美两国失去了什么 原因是中美两国失去了互信啊 那中美两国没有了互信 你想通过民间交流 重新建立互信 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 当你不去改变与中国根本性质的这个外交态势的话 那么互信是很难建立的 那这个也是一个事实啊 也就是说耶伦他知道谈判是走走过场 谈不出来什么东西 有些事情还是最好在战场上解决 但是在战场上解决之前呢 通过民间进行分化瓦解 也不是不可能做到的 最起码呢 他可以试一试 当然了 他可以试一试呢 最后呢 也是一枕荒凉 难讹一梦 新华社对他的中国型具有建设性的 就是评论具有建设性的 比较中肯 有些东西变得已经很清晰了 我们通过这一次 无论是布林肯的中国型 还是耶伦的中国型 我们都可以看到几点 首先总体上不脱钩 为什么不脱钩啊 那这个东西很明确嘛 美国没有那个实力 然后呢 在所谓的关键领域和安全方面 继续进行遏制打压 这个其实就是美国的底线和自留地了 底线是什么 美国自己的科技霸权是不能放弃的 那自留地是什么 美国还得用这个来POA中国 最后给自己在国内政治加分 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 那么中国怎么办 中国针对稀有金属的管制 可能会加码 以后我们可能会看到 稀土方面的制裁 那这个呢 我们都可以看到 至于相互兼不承认专利 也是一种可能性 但到了那天的时候 美国跟中国拼的可就是工业了 那美国能不能拼得过中国 是另外一回事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 应该合作的地方呢 还是要进行 比如说美国进行宏观的经济调控当中呢 还需要中国的制造业 要不然自己的通胀控制不了 美国自己也知道 第四点全球治理 比如说气候 第三世界发展 该谈的还得谈 但是至于开放金融市场 以及买国债 美国就别要自作多情了 因为这种事不可能办到 当年没有得到的 如今你也别想得到 至于具体的一些事项 比如说特朗普时期的关税 这个呢 耶伦办不到 这个得看美国政府的态度 以及拜登政府与共和党之间的博弈 对中国高精尖企业的投资限制 这个还是美国的态度 但是有没有影响呢 从某种程度上讲呢 有一定的影响 关键点在于什么呢 美国对中国的态度是否可以改变 美国对中国的态度如果改变不了的话呢 之前我们提到的这些事呢 都办不到 我们也看到了中国现在对美国也开始主动进攻了 如何主动进攻呢 我们知道在大的层面上 我刚才讲过战争边缘政策 然后呢 我们也看到了家和者的出口管制 以及对美光的制裁 如果以后美国继续打国家安全牌的话 那么中国很有可能动用的一个东西 叫二阶制裁 什么叫二阶制裁呢 我不仅制裁了美国的公司 同时制裁所有与美国 该公司做生意的企业 也就是美国的长臂管辖 也就是说全世界所有的厂子 你要与在美国的这家公司和中国之间做选择 到时候怎么选择 那就得看美国这家公司的表现了 因为中国的市场足够大 这些公司呢 如果放弃中国中国市场的话 那他们自己就是自讨没趣 就是这么简单 也就是说你卡了我 我也同时卡了你 都别发展了 我已经准备好与你同归于尽 欲识俱焚 你干不干 美国干吗 看着美国怎么选择了 最后纽约时报引用了复旦大学的一名学者 这名学者这么说的 除非美方根本性的改变对华政策 否则不可能的 真正的缓和 我觉得这句话呢 是正确的 同时呢 也是合理的 好了 这期节目就到这 喜欢大野猫节目 别忘了点赞评论转发 没净请订阅一下 谢谢大家